7月27号起全台防疫警戒降到了二级 不过部分场所以及大型展演还是没有开放 在玉璃镇的传统市场 目前仍旧是统一控管出入口 仅限制在民权接来警出 不过市场内的摊贩业者就表示 希望能够趁现在疫情趋缓来入口开放 因为单一的入口真的是影响到民众 进到市场消费的意愿 7月27号起全台防疫警戒降二级 但是还是没有开放部分场所以及大型展演 而玉璃镇的传统市场 目前依旧统一控管出入口 仅限在民权接近出 就有市场内的摊商业者表示 希望能够趁现在疫情趋缓入口开放 因为单一入口真的影响民众 进到市场内消费的意愿 我们这边都还要什么还要怎样怎样 菜都烂掉了你看我每天就在挑了 空荡荡的市场就算是降到二级 还是很少民众愿意走到市内的市场消费 业者很无奈的摇头说生意真的很难做 玉璃镇长则回应 市场管理所统一控管出入口 仅限于民权接近出 举盘入内一律需量测体温 扫码登陆以及酒精消毒 例假日会有玉璃镇公所同仁前往控管 依照中央指示维持到8月9号为止 有任何变动也会完全配合中央政府的防疫指引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